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我们开始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第一财经周刊封面话题 刺激2015 今天是2016的第一天 就在昨天 我们刚刚告别2015年 可现在回过头再看看 好像过去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啊 就近在眼前 人们就想问呢 时间都去哪了 明明觉得2015才刚开始呢 稍等一下就翻篇了 你看前一段时间啊 网上疯传一篇帖子 叫一个月后的2016 温馨提醒 有多温馨啊 人家的宗旨啊 就是快到年底咯 给大家添点赌 他详细罗列出了 在各年出生的人 哎2016年你该多少岁了 孩子该多大了 收入该多高了 就连1997年的人啊 都清楚的显示 应该在热恋当中 那人们是纷纷表示 又给大伙拖后腿了 成功受到一万点伤害 那实在叫刺激啊 其实啊 不光这个温馨提醒很刺激啊 2015年这一年呢 那就是好像很刺激的一年呢 高潮跌起又不乏深渊 就拿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钱来说啊 在股市里 15年的上半年 那争叫一个春风得意 马蹄吉啊 小心呢 好花不过季哦 这一切呢 都在六月中旬甲南而止了啊 短短三周 就从全线飘红到千古跌亭 有股民就说 我用了一整个上半年去向往 下半年 却在剩下的半年里怀念着过去 和股市一起坐过山车的 还有不少其他行业 2015年 是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年 这就让不少行业的传统规则面临挑战 公司之间啊 平平上演 收购 建并 很多员工呢 也就跟着被绳支 被换港 被裁员 一颗颗小心脏啊 那是刺激的 不要不要的 说了这么多 估计不少人呢 都想撒开步子 赶紧奔向2016了 太受刺激了 哎 您别急哈 咱有一句老话 叫辞旧迎新 好好的跟过去告别 才能够更好的走向明天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看另外一本杂志的封面 最新一期的新周刊啊 这封面话题就是2015大盘点 先说这个几件 这个让大家伙痛快苏星的事啊 这头一件事呢 非大阅兵莫属啊 2015年 我们迎来了抗战胜利70周年 为此呢 在9月3号这一天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众众瞩目啊 举国欢腾 用最高规格的纪念形式呢 来铭记那一段历史 这第二件呢 就是打老虎啊 2015年 反腐打老虎继续进行 光11月初啊 就有五名省部级的官员被查 那全国各省无一例外 都有了老虎落马记啊 真可谓是一网打击啊 这第三件就是图幽幽获诺贝尔奖 科学家图幽幽啊 这个这个带着他拯救过两亿人口的青豪素啊 是成为了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获得了无数人的点赞叫好 这好消息自然是要奔走相告 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呢 就让咱今天的奔走相告变得更便捷更简单了 把你掏出手机动一动手指头 分分钟就一呼百应 有人就说呀 这是个受了委屈可以发微博发微信的时代呀 2015年给咱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呢 被互联网莫属和好友和亲人通过网络瞬间天涯变咫尺 想出门但不认识怒 打开手机一查就知道了 出差急需发一份工作报告 打开手机一看邮箱一秒搞定 宅在家里想尝一尝国外的美食 你打开海淘软件一键下单就绊倒 现在出个门呐连钱包都可以不带了 扫一扫 马上就好 不过也正因为太便利了 就导致目前很多人在2015最后这几个月 为了一个叫马云的呀 都不吃饭了 该吃土了 你懂的 互联网给咱生活带来了变化 也把一些人呢 推到了咱们的眼前 这第一位不得不提的 就是小鲜肉啊 那些青涩帅气的少年 凭借他们帅萌的特质 那全得无数的姐姐粉 亲妈粉呢 无论他们出现在哪 那背景音乐呀 绝对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啊 还有呢 一句句撕心裂肺的 我要和你生猴子 眼看着小鲜肉火了 大叔呢 好像也坐不住了 电视剧 伪装者 还有狼牙榜 让一些个老干部啊 也加入到了国民老公的队伍当中 他们往往呢 有着比较高的颜值 身材瘦且有量 成末中 还带一些个冷幽默 体贴周到呢 又不识霸道 还有一点出一女儿不然的感觉 这就让很多小鲜肉的粉丝蛮痛苦啊 每天都在 是嫁给王凯呢 还是嫁给王俊凯之间摇摆不定 反复纠结 这大叔前脚才刚站上头条 过天王那一句 这样开车要慢一点 又把另一群人给推了上来 网红 人们就发现 不少男明星 他的恋爱对象啊 就是这个网红 他们颜值一般都比较高 长相呢 也往往是惊人的统一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那真叫成会玩 2015年 还有一个让人欣慰的就是 人们除了关注头条 关注明星 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了 此起彼伏的广场舞音乐 依然嘹亮啊 操场上啊 公园里啊 出现了越来越多 跑步健身的声音啊 晒步物数 成了朋友圈的新潮流 我们关注运动 关注健康 也关注诗和远方 你看那个诗人余秀华 红遍大半个中国呀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人们开始勇敢的对工作说不 写下那一句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无论如何吧 2015已经成为过去了 那在新的一年里 咱们的生活又将发生 哪些个变化呢 2016年 你可能会和机器人啊 共事咯 和麻友 在全国四十多场 马拉松大赛上相聚 你可能还在犹豫 要不要生第二胎 但各种童装 早叫的电话 已经打过来了吧 你可能依然是一个 蓝天综合症的患者 傻傻的惊叹着每一个 又有晴天 又白云了 你也许啊 要开始交这个拥堵费了 但也可以选择宅在家里 不开车 通过多频互动 和朋友一同来感受欧洲杯 以及礼约奥运会 您瞧瞧 四季的2015走了 但接着四季的2016 可不又来了吗 前不久 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 将这个当地环保部门 告上了法庭 这么一起 官告官的案件 就引起了热议 据媒体报道 2014年10月 这个庆云县检察院 发现某公司 没有通过环瓶这个验收 却长期违法生产 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 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 这县环保部门 虽然对这个公司啊 多次做出过这个行政处罚 但在监管过程中呢 也存在违法行为 于是县检察院 就根据相关的规定 向环保部门 发出了检查建议 然而这个环保部门 是我行我素啊 就导致这企业污染问题啊 一直没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最终啊 这个检察院就决定 将他告上法庭 这也就成为了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咱不得不说哈 像庆云县检察院和县环保局这样撕破脸对不公庞的案例 那确实是稀罕 你要知道啊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政府职能部门之间 那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专家就认为 这种为公众利益代言的官告官行为 无疑是难得的法治进步 因为相比于民告官 这官告官提起的这个公益诉讼啊 人家更专业 更权威 也更有针对性 除此之外呢 这官告官呢 这体制内的诉讼啊 更能在行业内激发出这个示范效应 比如这个贵州这个景平县 还有福建的清流县 这两个县的检察院呢 也相继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 原因呢 也都是当地环保部门的不履职啊 不作为啊 不过有法律专家就指出 像官告官这种行政公益诉讼啊 要想全面放开 那还需要突破很多的障碍啊 你比如在很多地方 这个污染企业 那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啊 一些政府部门的态度呢 他往往就很暧昧 这个时候 你这个检察院要当这个出头鸟 那肯定就面临不少的压力啊 要我说政府职能部门在权责范围之内 就应该争当这个出头鸟 不应该干做那个合适老 高龄农民工也被称为是打工爷爷啊 最近他们讨薪遭遇的这个困境啊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我们了解到这2014年啊 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农民工达到了4600万 人均被欠薪多少呢 9500多元 这两个数字在一相乘 那个数目就大的吓死人了 其中建筑行业那是欠薪的绝对大户啊 那为什么高龄农民工都集中在建筑业呢 原因简单 其他的行业 你比如这个这个制造业啊 服务业啊 他往往对学历啊 年龄有些要求 而这个建筑业呢 他的很多工种技术含量低 只要你能够吃苦耐劳就行了 但是建筑业的工资往往都很难得到保证按时发放 在这个行业里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叫做电资 什么意思呢 由于开发商把资金都抽掉走了 拿去圈地去了啊 所以呢 就要求你这个建筑的总承包商啊 电资进场 说白了 就是先干活 完了以后呢 再拿钱 总承包商 他不傻呀 他从开发商那里没有拿到这个钱 他先让分包商垫钱 那分包商呢 也不傻呀 他就先让这个包工头先垫钱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连环债啊 如果中间有任何一个环出问题了 那必然就会拖进到最可怜的农民工的工资 为了解决这么一个困境 早在十多年前 我们国家就已经在推行欠薪保障制度 也就是说建筑商在你这个工程开工之前呢 就必须要交一笔押金给这个劳动保障部门 一旦真的发生了拖欠工资行为 就从这个押金当中啊 给工人支付这个工资 这个办法的初衷啊 很好 但是推行起来呢 却困难重重 为此呢 国家出台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是专门规定了恶意欠薪罪 那在建筑业啊 这个罪啊 基本都被包工头们给承包了 但是你光处理包工头 根本就不管用 因为那建筑商才是欠薪的源头 那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个建筑商的责任呢 呃 贞洁啊 就在于这建筑工人很少跟这个建筑商签劳动合同 而只和这个包工头存在劳务关系 有专家就指出啊 要消除欠薪顽疾 就必须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 并严查工程违法转包的行为 要斩断其中的非法利益链条 要我说 高龄农民工讨薪酬 可别让他们等白了头 接下来是这种板块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别了 萤火虫 节目9 日本著名作家野板昭如 因心脏病啊去世 他最为大家熟知的作品 就是反战小说 萤火虫之木 他讲述了一对兄妹 在二战期间呢 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因饥饿生病 悲惨死去的这么一个故事 以此来反思战争 给平民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 小说呢 也曾经被拍成了电视剧和动画电影 感动着无数的观众 野板昭如本人呢 从来不读自己的这部作品 因为这会让他感到绝望 这本小说是半自转体的性质啊 野板昭如呢 在中学期间就经历了战争 带着一岁多的妹妹啊 逃难啊 因为受不了妹妹的哭闹呢 还打妹妹 在战争结束一个星期后 妹妹因为营养不良 离开人世 这也就成了野板昭如 内心永远的愧疚 作为反战题材的典型 萤火虫之木 带给观众的呢 没有什么雷人的剧情 也没有刻意的悲苦 没有撒狗血的特效 只有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 野板昭如去世了 但作品传达的反战精神 依然像萤火虫那样闪亮着 接下来是环球人物文章标题 失踪的比特币之父 比特币啊 从被发明那天起啊 他的故事呢 基本就可以用两个成语来概括啊 一个叫惊心动魄啊 五年内这个价格暴涨了上百倍 又多次经历了断崖式的暴跌 还有一个成语呢 就叫扑朔迷离 谁都不知道 他的发明者是谁啊 比特币之父是谁呀 这堪称互联网的一大谜团啊 之前有消息说 这个比特币之父啊 是一个叫钟本聪的日本工程师 正当大家伙认为终于逮到真人的时候呢 哎呦 人家出来回应了 说不是我呀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比特币呀 这不前不久 美国连线杂志呢 爆料 说这个钟本聪其实啊 是另有其人 说真正的这个这个比特币之父呢 很可能是一名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科学家 名字叫莱特啊 澳大利亚税务局啊 还突击检查了他们家呢 不过呢 让人失望的是 这一次的突击检查呀 是一无所获 甚至呢 连莱特的踪迹都没有发现 在被曝光后 莱特不仅抹掉了所有的网上记录 还彻底躲了起来 就在大家伙的懵圈的时候 一封加密邮件引发轰动 邮件就说 我不是莱特 每个人都是钟本聪 您瞧瞧 剧情更反转了 结局又越发迷离了 失踪的比特币之父 比特币 这就是一出悬疑剧 接下来是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跑步产业有没有虚火 现如今 这跑步产业啊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火爆啊 去年光浙江省举办的马拉松啊 就超过了七十场 全国举办的 那是不下五百场啊 还有各种什么迷你马拉松 半城马拉松 什么森林跑 什么校区跑 彩色跑 阴光跑等等 是不计其数 那各地方政府呢 也非常的积极 争着抢着 要把跑步比赛呀 做成城市民片 有的地方呢 为了吸引参赛者呀 还会为比赛选手免费的提供住宿 不过啊 跑步产业在火爆的背后 也有一些个虚火啊 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安全问题 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选手昏迷 甚至猝死的例子呢 也屡见报恩 赛前对选手的身体检查 不够全面 也不够规范 还有的呢 现在很多马拉松 都是政府投资 为了营造影响力呢 投资数额都蛮大 不过 如果一直由政府出钱 那就有问题了呀 根本不可能持久 跑步产业的爆炸式的增长 不一定是好事啊 如果只是为了秀 那不管是个人 还是政府 那新鲜件一过 可能就不玩了 而一个产业的发展 不能只凭一锤子买卖 一股之劲啊 而是需要规范化 需要长久化 跑步产业 走向规范化 可能也是一场 马拉松呢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图片 泰国一家动物园 一只猩猩 竟然自己用毯子 坐起了吊床 这智商 是要星球崛起 高速路上行驶的大货车 驾驶师呢 被塑料布蒙得是严严实实 这司机啊 只通过一个小洞来看路 这哪是开车呀 简直就是开瓜 太危险了 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在美剧绝命毒师里 有一名这个化学老师 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啊 制造毒品 成了世界顶尖毒王 这是在剧中啊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现实当中这样的毒师啊 他竟然真的就存在 前不久 温州警方摧毁了一个 横跨境内外的网络贩毒团伙 据调查 这团伙的主谋 竟然是一位中学老师 他在研究生期间学的专业呢 是农业 工作后啊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呢 种大麻 贩毒 他的生意啊 遍及全国多个省市 买家呢 还涉及全国十多所高校的在校生 甚至都有高中省 更让人痛心的是啊 这个老师贩毒的势力呢 不是第一回来 你像之前 沈阳某高校的一名女教师 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 一起被抓的呢 还有他的学生 原来啊 这老师把学生发展成了自己的下线了 绝命毒师的危害 那简直太大了 在学校 学生对老师 他会有一种这个敬意啊 老师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而且呢 相信这就是对的 对老师啊 他丝毫没有抵抗力啊 这样一来 同学们很容易受到煽动和欺骗啊 我们都说老师应该学高为师 身正为犯 现在的学校管理 怎么能允许这样的读师 盘踞在校园中 暗中散毒呢 这中学老师向学生贩毒 看来啊 这管理呀 也应该彻底的杀毒 前几天 广东一家生产民币的这个企业啊 正式申请登陆新三板 就被称为是中国民币第一股 你没听错 民币啊 就是清明节烧的那个纸钱 听到这个消息啊 很多人都惊呼啊 这哪是什么要上市啊 简直是要上天呢 更惹人注意的是 这家公司在招股说明当中还宣称 他们将致力于发展互联网家 利用互联网来推广民俗文化礼仪 对此 人们就议论纷纷 这家公司谋求上市 还真不是开玩笑啊 据报道 他们生产的民币呢 主要销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虽然是对外出口 但主要的用户呢 都是华人 因为明朝末年以来 广东福建等地啊 就盛行这个这个下南洋啊 就搬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呢 怀揣着对故乡 对故人的思念 就一直保持着祭拜仙人的习俗 每年呢 就要烧很多这样的民币啊 你还别小看这个市场啊 说起来啊 吓你一跳 说这个据统计啊 光这个马来西亚 每年祭祀用品的花费都在100亿人民币以上 你看这家公司啊 他生产这个民币啊 2015年1月到9月 人家的营业额呢 就将近4000万 净利润呢 将近500万 这样一来 至少在资本上 还真就具备了上市的这个资格 对于人们的议论 有专家就说了 民币公司上市 没必要大惊小怪 在此之前 就有什么讨债公司 讲笑话公司 说媒相亲公司 人家也都上市了 以其说是那股票奇葩 倒不是说咱观念没转过来 再者说 红白喜事 它本来就是一笔生意 高科技企业盯上了 殡葬这个祭祀行业 那是屡见不鞋 你比如扫墓 直接扫阿维马 还有网络祭祀平台等等 甚至就说呀 给适者烧这个纸钱 虽然是迷信救赎 但也是流传千年的传统啊 专家反驳了这么多 我也想说一句 一旦这家公司上市 民币股票 您真的敢买吗 前不久 史上罪严网络支付新规 是千呼万唤的出来了 新规对消费者开户网购消费和转账 人家都有了新的规定 大家就好奇呀 这新规出台后 还能通通快快的发红包吗 还能随心所欲的买买买吗 一直以来啊 网络支付啊 都存在着一个令人比较纠结的难题 那就是要快捷的 还是要这个安全的 有人就说我两个都要 我就告诉你哈 这很难办到啊 一旦网络支付手续过于简单 那就比较便捷 但往往就存在安全的隐患 如果网络支付手续过于的繁琐 那倒是比较安全 但呢 又很难做到便捷 如何在便捷和安全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网络支付新规出台的目的 根据这个新规定啊 网络支付账户呢 首先要实名制 然后呢 还要限额啊 一类账户累计支付限额是一千 二类账户呢 年累计支付呢 限额是十万 那三类账户呢 累计支付限额是二十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来选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啊 如果你发红包 一般就发个几块钱 选择一类也就够了啊 当然了 有土豪就问呢 如果要网购二十万以上的贵重物品怎么办呢 其实啊 限额呀 那仅仅针对网络支付账户 对银行账户呢 人家是无限制的 一旦超额 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网银来买单 不会影响到你网购 其实 真正影响大家网购的呀 应该是身份证 银行卡 这些个个人信息的卸认 毕竟嘛 现在的网络诈骗啊 人家有十八般招数啊 招招都要你的钱啊 根据这个新规定 不管是这个第三方支付机构 还是卖家 如果泄露了这个消费者的信息 导致资金损失 那每一笔账 都要算到你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头上 这么一来 消费者的权益就得到了保障 总的来说吧 这个网络支付新规的出台啊 不是不让大家花钱 就是呢 要让你花钱的时候啊 安全啊 有些这个人呢 是满怀期待 希望这个网络支付新规定 能够阻止家里 咱那一位败家者 我只能说 恐怕要失望了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抽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数据科学家 阿里巴巴又要进军教育界了 前不久啊 阿里对外宣布 将和30所高校进行合作 在学校呢 开设一门新的专业 叫云计算与大数据 计划用三年时间 培养出更多的数据科学家 所谓这个数据科学家呀 就是专门分析大数据的 有统计显示 中国拥有的数据量 占到全球的14% 但是利用率呢 还不够啊 还不到0.4% 为了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咱干脆啊 自己上 开设专业培养数据科学家 因为人家知道啊 大数据时代 最需要的是啥呢 还是人才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演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